這個章節我們來跟各位介紹呢 要來建立一個重疾我們要準備哪些環境 第一個呢我們要先建立一台我們的Domain Controller 就是網域主控站 然後這個網域主控站建立起來 當然裡面的什麼建立 前面呢我們有介紹過了 你把它建立起來 然後呢 這一台機器 你可以呢 是一台虛擬機或者是一台獨立的主機都可以 但是你如果要先這台放在虛擬機 你是不是要先建立一台Server 對不對 Server裝好Hyper-V 然後呢再裝一台DC起來 這樣是要意思吧 好那Server呢 還要兩台 然後呢把這兩台機器呢 當然IP這些設定你都要設定 電腦名稱都改好 然後呢把它加到我們的這個網域裡面來 那這是第一個動作呢 建立好之後 那我們的電腦呢 就已經 那你還要一個 這個是呢 要跟各位講的 你要用什麼 要用呢 網域的帳號登入 管理者 登入 知道吧 你要用網域的管理者登入 而不是再用你的本機帳號登入 這個部分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再來呢 我們要去找到 去新增一台Storage Storage呢 那你如果有一台新的 或者是你要用軟體模擬也好 那如果正式的環境呢 我們一般都會去呢 買一台 實體的 我們的磁鐵陣列 就Storage呢 那你要去建立一個Valum 就是建立我們的Line 那這個建立好的大小 然後呢要指定 我們的IQN 指定IQN 好那再來呢 這兩台Server呢 都要能夠連線到Storage 就是呢 我們的IQN要設定 那你這邊要怎麼去連線 就是要用ISGuard 啟動器 對不對 去連線 找到你這一台Storage 當然Storage呢 要建立呢 前面呢 是要設定IPR 那那個部分呢 你在買Storage的時候 廠商會來幫你設定 那你自己呢 要學習怎麼去設定 那這個是一個出席建置的部分呢 建立好之後你自己去建立 你一些磁碟的要給自己用的大小 好 那兩台都可以連了之後呢 那連了之後呢 連進去了 你就要去連接這個磁碟 那一台 先離線 就是我們先一台設完 離線之後 另外一台再連線 當然第一次的時候呢 是一台連線了 另外一台沒有連線 對不對 然後設定好 然後Formate之後 對不對 之後另外一台再去做 然後呢把他們兩台 連線時候的磁碟再好跟要設一樣 磁碟帶號都設一樣 好那我們的同時間 基本上我們來做重舉的時候呢 同時間只有一台機器 一台Server 可以連線那個磁碟 好正對這個部分呢 我來跟各位介紹說明 那因為我們每一台Storage呢 的一個特性不一樣 那我們買這一台Storage呢 是為了要讓同學間 都可以利用自己的帳號去登錄 所以說呢我們這一台機器呢 一號同學是看到自己的位置 然後呢自己呢我會去建立 你一個CF CPG呢 就是呢 你的容量的限制 每一台呢我都會設定你的容量限制 那Poto呢 是68G 那你去建立用了多少 對不對 這些 那同學這邊有沒有看到 他做了一個動作叫 Copy 我有跟你講不要Copy 知道啦 你把Copy給選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 第二當然沒有做 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三號的同學就可以看到了 對不對 他有Copy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一個 我們首先進來之後呢 我們現在 練習的時候我們已經有建立了三個Line 那我們要先第一個 我們自己要建立一個Line出來 我這邊呢再用我的來 建立一個新增一個Valance 好建立好一個 空間 然後呢我們指定 我們哪個Domain 那這個部分呢 不是每一台機器都有這個功能 因為每一台機器呢 正常的時候 應該講 不是說這台不正常 因為這台功能比較多 他為了要讓人家能夠教育訓練使用 所以說他提供可以新增使用者 那一般使用 一般人家公司買的時候 不用買到這麼好的功能 因為呢 就你一個人在用 你公司裡面的Server 要零線嘛 對不對 所以不會給很多人用 所以說呢 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個Domain 這樣的一個名稱在這裡 沒有這樣的功能 好那我們呢 是這一個 要給我們的40400 這個Domain來使用 然後我們給他一個名稱 那我現在LUN 我給他設定一下 LUN 那我現在呢 指定給我的00 的第四顆 給他一個名稱 好那我們沒有一個 沒有使用的我們的Temperate 這就不用做 再來呢 你要選擇說 那這邊我要跟各位講的是說 你在建立的時候呢 一般來講 如果你真的公司在工作的時候 建議用Full 讓你的磁碟全部都拿來用 那我現在如果要建立呢 假設一個3G 就為了要跟前面比較不一樣 我要5G好了 建立一個5G 好這個5G呢 就為了跟前面不一樣 基本上有時候都會一樣 那我們現在練習 所以我設的不一樣 20G跟25G 再建立一個5G 就會不一樣 你才能夠看得出區別 好那你建立呢 他會把5G全部 在你的這個Storage裡面 把5G的空間 直接把它掛上去 知道嗎 就把它拿來用了 那這樣可以確保說 你整個容量 不會因為呢 你建的LUN 很多 超過限制之後 最後 你的空間不夠了 那你建的時候就知道不夠了 這樣比較有意思吧 所以呢 那我們練習呢 我們用什麼 慢慢增加 動態增加 這樣知道吧 但是真實的環境 建議各位 一樣 最好是把它全部 把它割給你用 全部割來用 知道吧 你總空間有60G 那你這次割了20G 下次割了20G 你就知道只剩下20G 對不對 那你下次再割一個25G 就不能用了 就不能割了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可以確保說 你的Storage的空間不會因為呢 你慢慢增加而造成你空間不夠 你可以去 即時掌握 除非你這一個空間 真的太大了 那有時候是資料碟 我們建議呢 你如果這個Storage要放資料的 我們可以慢慢增加 但是做系統的話呢 我們建議 像我們要做系統 就給它20G 25G 然後就直接給它 Full 全部的空間直接建起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一樣上課呢 我們用一個Sync 慢慢增加 動態增加 然後底下呢 使用的位置就是我們所建給各位的 這個空間 這個空間的限制 好那這邊呢 我們不要去copy它 不要去copy的這個位置 好我們要建一顆 建一顆就好了 好那這裡呢 我們來下一步 好下一步之後呢就完成 好這裡就幫我們建議好了 建定好這個磁碟呢 一般來講 建定好這個磁碟就是給我們裡面的主機在用 你設定好IQN其實IQN就可以連線到這一顆了 但是因為這裡這一台呢 機器人跟各位也介紹 HP的 它這一台 3part有提供了使用者的功能 所以說呢 它還要多做一個設定 要把你哪一台電腦 哪一個名稱 當然這裡不叫電腦 叫domain的位置 把它加進來 所以呢我們這裡呢 要去做什麼 export一下 加入呢 我們的這一個位置 A40400 裡面的IQN才可以連進來 所以呢我們這邊呢 還要再多做一個設定 第四顆 要給這一個在電腦可以連 好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當然這裡有讓 它會讓你選 對不對 你可以用auto 讓它自己 也可以自己選 那有時候因為這個位置 你沒有去設的時候 有沒有 你不知道 它等於 它是送01234 所以呢剛剛那內地值是3 對不對 它是012 這一個3 那auto呢它會自動幫我們去做 你就可以去避免說呢 你這時候設讓1 等一下呢也是讓1 你不曉得 好按下一步 之後呢我們就export給我們的這一 A404可以用 好這時候呢 A40400 那在我們的Storage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host 就是這一台A404 A404 裡面呢 的主機 主機 A404的這一個名稱 這一個名稱 好那我們呢 設給它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一看 這一邊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 好我們看一下 好這裡呢 我們針對我們的主機裡面呢 host裡面是不是有這一個電腦 這個名稱 裡面點一下之後你就可以看到 這裡是不是有設定的3part的系統 現在裡面 好這裡呢你針對你這個名字 有沒有 這一個 domain裡面的這一台 這個名稱 這是一個人的名稱 名稱在這個系統裡面 所以我們針對每個人都建了一個名字 每一個domain 用domain的名稱來建名字 那建了一個這個名字呢 裡面是不是有建了三個 有沒有 的dom domain的這個 可以使用 你就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得到 好那因為我們剛剛有export給他了 那這一個人 交換說這個人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去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看sumony 摘要裡面 這裡面呢你可以看到呢 這裡呢 針對這個人 我們設定了三台電腦可以來零線 那這個設定的三台是實體電腦 IPU是要設定給實體電腦用 所以你看到了這裡有三個電腦 那三個電腦為什麼這樣 名稱都一樣嗎 不一樣 這邊是00沒有-e 這邊是-00-e 有沒有 所以這樣來講是三台電腦 所以呢你的三台電腦 IQ1要設成這個名稱 才可以來零線 好那我現在呢有兩台電腦已經零線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好那我們這邊要設定的時候呢 我們的Storage IQ1設好了 我們的Varline也都設好了 我們的Larm也都設好了之後呢 我們的IQ知道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縮小 做什麼呢 在我們的主機的Server 這台Server我已經加入網域了 那網域的部分呢 我們就不再多說 那我們在它的 工具 有一個iSCOTC啟動器 好這邊呢你第一個要設定的呢 這個設定 在iSCOTC啟動器呢 啟動起來之後呢 設定這裡 這個啟動器的名稱 你就要改成跟我剛剛的這個IQ1一樣的名字 有兩種現象對不對 你要這樣來做 這個名稱如果不變 你就要把這個名字改成跟它一樣 這個名字如果不變 就要把這個改成跟它一樣 看你要改哪一邊 這樣都可以 好這邊要改變的 只要按下變更 就可以改變 所以我這一個是 就是00-0 就是這個0 所以它可以連線進來 好 那我們呢 名稱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呢 這裡是不是有三顆磁鐵 原來有三顆磁鐵 三個裝置可以連 那我們來重新設定一下呢 是不是有這裡有三個 咦第四個沒有進來 對不對 所以呢 你要把這一個地方 這個連線的位置 做什麼 中斷一下 要不然再等一段時間 好中斷一下我們再連線一次 好現在已經連線了 那為什麼可以連 就是因為它名稱跟它一樣 那這台機器當然有一個IP 你要去探索這個IP 好這個IP 如果探索完了 那再來呢 我們再看一下呢 這個在自動設定 是不是就出現1234 有沒有 剛剛我們斷線在磁線 因為我們這其他三顆呢 現在有磁線 所以它現在沒有一個代號 你就只要看到有三個掛點 三個裝置的 一些亂數 沒關係 就看到三個 四排 現在有四排 因為有四個讓 好了之後 表示你已經連線成功了 按一下確定 確定之後呢 我們就要到我們這台主機 做什麼 選擇我們的 電腦管理 好電腦管理我已經打開來了 在這裡 打開來了之後呢 我把它放大 好這四顆有沒有 1234 對不對 好那我們剛剛前面練習的時候 把這三顆 已經都連過了 我只把它斷線而已 好那我現在呢 來看一下這顆 我來連線 它出現代號 有沒有看到這裡 對不對 H 那沒有出現代號的話 再斷線 離線 再來連一次 好是不是出現一個H 對不對 我們指定它代號 不然你後面再增加都可以 來第二顆呢 連線 是不是 我們給它代號是S 對不對 第三顆呢 我們給它一個代號叫K 有沒有 這是第一台 那 這是舊的 我們已經做過FMID 對不對 那這邊呢 這個是新的 新的當然連接的時候呢 因為另外一台還沒做嘛 所以這一台是先做的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要按右鍵 做一個連線 因為呢 這是新的磁碟 所以我們要先做一個初始化 好初始化呢 現在的電腦呢 你現在都用的是WINS以上的話 你就把它改成GPT 如果不是呢 你就把它改成MBR 好 我們的GPT之後按下確定 好連線成功了之後再把這個位置呢 做一個FORMIT 先新增簡單磁碟區 下一步 下一步 好我們把它假設 我設成 W 就跟它不一樣 好這個W 好然後呢 這個名稱我們後面再去改 下一步 完成 所以這一顆 格式化就是變成W了 好啦 一台SERVER是不是連到了這三 這四個LINE 都連到這個磁碟 所以它各自有磁碟代號 所以我們開啟我們的檔案總管 就可以看到呢 這裡就有HKSW 好那這三這四顆磁碟當然你可以去把這個 它的磁碟名稱改一下 讓你知道這個磁碟是做什麼用的 這個我們後面再來改 所以你現在知道這四顆 好 那我們另外一台機器 是不是要把它連線了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台機器 在這裡116 我要去連線它 我現在連到另外一台機器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另外一台機器做法跟剛剛的一樣 好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但是有個地方要稍微 注意一下 來我先做一個工具 iSky啟動器 是不是這裡是連線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磁碟 和裝置 是不是一顆按自動設定 只有一顆而已 對不對 那這一顆的名稱 我們來要確定 設定一下 它的名稱 跟我們的iQN是不是一樣 跟我們的Storage上的iQN是不是一樣 現在一樣了 所以沒有錯 那為什麼看不到呢 我們要把目標 重新再整理一下 那如果重新整理不行 就要中斷 再連線一次 好那我們確保它 我們就先把它中斷一下 好再來連線一次 好這個動作 只是讓這一台伺服器 跟我們的這一台Storage有沒有 有連線了 但是我還沒有去使用那個磁碟 你知道嗎 我還沒去使用那個磁碟 好那我們現在連線之後呢 我們來檢查 探索的位置沒有錯 才會連得到 這是呢 我們的Storage的 Storage本身的iQN 它會記錄在這裡 裝置這邊再重新設 自動設定一下 是不是就出現了四台 它是可以連線 做好這個動作 我可以連線 這樣就好了 按確定 好這時候呢 我們是不是要去 再來去設定 我們的磁碟 能夠連磁碟對不對 好連磁碟的話呢 我們要點選我們的 電腦管理 好電腦管理裡面的 齁磁碟管理 好磁碟管理呢 我們等一下載入一下資訊 之後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往上拉一下 這裡呢 就是呢 我們的剛剛可以連線的 一二三四四顆 可以連線的實體 但是目前是不是都離線 好 那我們還要再做一個確認動作 基本這個不做的話呢 系統 當然 它會幫你做 但是呢 我們建議呢 建議 強烈建議 好 這個我之前在做的時候 也經常發生 磁碟呢 代號不一樣 造成 虛擬機器移轉的時候呢 它氣機開不起來 那這台機器開不起來 有沒有關係 其實有時候沒關係 我們再改一下就好啦 但是如果這一台是AB 是我們的DC Domechan多了 你開不起來 它就登不進去啦 這樣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說 這個磁碟 是要給DC 這台電腦用的 那你的DC 就是要確保它開機 一定能開起來 所以這個動作呢 我是強烈各位建議 一定要做 怎麼做 把代號跟 我們這一邊的代號 設成一樣 跟另外一台 我們另外一台是這邊 它是不是設 HSKW 對不對 那我另外一台要設定的時候呢 要怎麼做 先把這邊做什麼 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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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我們現在在做裡面 根本沒有放任何東西 我們現在只在做準備 知道嗎 做準備 所以說呢 現在呢 這四台四顆都離線了之後呢 我們再連到另外一台 要連線的電腦 是不是這一顆 第一顆19G的 就是20G的 我們是不是設定要連線 我們要設定叫什麼 是不是叫H 剛剛前面 如果說我們 還沒 做這一段影片以前呢 我們前面是不是H 它現在是不是改的O了 就不是我要的嘛 對不對 這就會造成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20G我們會做什麼 改代號 改成 變更 H 好 H改完了 再來 2G的 連線 好 它變成 I對不對 我們來變更 變更什麼 叫做S 確定 確定 改S 好 25G的呢 我們是不是要去改連線 好 做什麼 改代號 改成呢 它現在是沒有代號 對不對 我們就新增一個代號 代號叫K 連線 好 連線錯誤 我們就把它離線 齁 再連一次 好 然後呢 再改一次 好 這個動作你要去確定說 它是不是真的能演 這樣知道吧 好 改成K了 那最後一顆 我們是不是改成W 對不對 一樣把它做連線 那這一顆的動作 你看前面是不是又變成I了 有沒有 對不對 它會幫你照順序 向下保 照你的詞列代號 英文數字的順序 那這一顆 我們曾經 另外一台已經把它做POMETT過了 所以你就不用再做那些 你只要做一個改 更改它的詞列代號就可以 好 我們把這一顆也改成什麼 我們剛剛練習的叫W 對 跟另外一邊要一樣 好 那這邊在設立 HSKW的時候呢 另外一台機器可以設這四個代號 但是這一台機器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 另外一台可以設 這一台不一定可以設 為什麼這一台不一定可以設 因為呢你這台機如果有沒有放另外一個磁碟啊 如果有放另外一個磁碟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就會造成說 你的磁碟代號被用走了 那被用走的情況之下呢 你就不能用了 如果這邊呢多放了一個什麼 隨身碟 就是造成了它的一個代號被用走了 對不對 所以說你要去檢查你這一邊到底有沒有被用過別的名字 像這裡是F用走了 對不對 另外一邊沒有被用F的話 我們是在那邊設F 這邊就不能再設F 所以兩邊要改成另外一個磁碟代號 讓它還是不能夠 兩邊不會充滿到的 用這種方式 好 兩邊都設定好了之後 不管哪一邊連線 這樣就可以 這樣呢就完成了我們剛剛講的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到這邊 讓我們的Storage兩台機器 Server都能夠連到我們的Storage上面 磁碟代號兩台都要設一樣 同時間讓一台連線就好 好 這個部分呢 先準備到這裡 我們接下來再跟各位介紹 整個再去建立我們的重啟 我們一定要新鮮組裝 這裡就一個綺麗的 好啦 我們來 謝謝這個,我們去建立的 我們來不來的 感谢观看